房選樓層也是一門學問 好奇大家買房是買哪層樓 基於怎樣的原因呢 根據網友的留言 最推八樓有三個關鍵原因 是吉利的數字 中樓層相對便宜 不會太高也不會太低 資深房仲成太原幫我們分析 以台北市中山區十五樓的大廈為例 二到四樓一坪六十五到七十萬元 其中四樓因為華人忌諱 比起上下兩層樓可便宜七千到一萬元 另外中樓層的八樓斜音發 是真的很搶手 比起其他中樓層貴七千到一萬元 如果超過十樓一坪可達八十萬元以上 八樓是相對最搶手的 你搭電梯等待電梯的時間 其實也不會太久 其中最好賣的是第二第三高樓層 以十五層樓來說就是十三十四樓 空氣品質視野較好 比起頂樓較不曝曬 二樓是最難賣的是水管聚集處 加上採光較差 隱私安全有疑慮 雨水會往上灌灌到二樓的 這個廚房的那個排水孔 每一層樓各有優缺點 民眾除了價格考量 可以多比較一下 依自己的需要 找到最適合的樓層 這裡起因楊宗彦台北報導 IC